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世冠八强淘汰赛即将开打,和春季赛不同 世冠的比赛没有什么胜者组和败者组,就是单败淘汰制,非常残酷,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其实很多解说都在赛前进行了预测,成都A级,武汉E-Star和南京Hero都被所有人看好 至于QG和NPG的比赛,只有暴风瑞一个人看好QG,就连葛Mini的猫都觉得NPG能赢 A级和E-Star这两场比赛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悬念的,因为A级的实力确实比GK要强 并且BOK的比赛当中,A级获胜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了 想想A级从19年回归之后,最差的成绩也是四强,这一次他们的状态不错,实在没有理由倒在八强盘外 至于E-Star和RW下最近的状态,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E-Star除了小所赛输给QG之外,剩下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极强的统治力 也难怪所有人都看好他们,然后就是焦点之战QG打NPG 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空分的事情,相信多数人肯定会看好QG 不过这次的事情让QG失去了林教练,并且选手们的心态,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再加上NPG肯定憋着一口气,不可能让QG轻松进入四强 所以这次的嘉宾预测,基本上都看好NPG 只有暴风瑞一个人看好QG 至于Hero和PPG这场比赛,所有人都看好Hero 虽然Hero在这次试冠小组赛的表现一般,打的有点磕磕磕磕磕 但毕竟是春季赛冠军 进入BO7赛者之后,大家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次的试冠格迷你的猫也参与了预测 如果大家看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话,对于这种预测方式应该不陌生 大名鼎鼎的张云保罗,就是靠着预测而果变全球的 Gamini的猫的预测结果和多数嘉宾相同 也是看好A机,Estar Hero酒精和NPG 并且Gamini都是录制了视频来作为证明 并不是他本人的主观意愿,确实是猫咪在选择 不过他的猫看上去有点被迫营业的意思 猫咪的预测只能当做一个参考 大家不能以这个为准,距离的比赛结果 还得看队伍的实际发挥到底怎么样 Gamini自己是个独奶 不知道他的猫是不是和他一样啊 小伙伴们认为还有哪些队伍会竞技四强呢?